一、虎牛斗 山海关东面山林深处 烈日当空 山风阵阵 一只体型硕大无比的老虎张牙舞爪 张开血盆大口 时不时地发出阵阵嚎叫 看来老虎又找到猎物了 这个猎物正是一头牛 只见老虎不远处站了一头牛 这老牛 一看就不普通 四肢牢牢地扎在地上 两只尖尖的鸡脚 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一光 一般来说 牛见了老虎 不要说见到老虎本身了 就是远远地听到 老虎的声音恐怕早就四散逃窜了 可这头牛却是个例外 不仅没有逃走 反而要和老虎决一雌雄 在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上 一个少年正趴在树上 远远地盯着这一切 只听他叫了一声 上 只见那头牛像发了风似的 向老虎冲去 四肢踏在地上发出通 通得响声 像是要把地踩裂开一般 老虎见牛又冲了过来 一看情势不妙 竟然转身逃走了 那树上的少年 见老虎走了 赶紧从树上下来 快步跑到老牛跟前 用手摸了摸牛的头 高兴地笑了 少年是谁 老牛为何能打败老虎 二牛鬼 这个少年名叫伊山 是山脚下庄子里的一个农户 庄子里养了不少羹牛 农闲时节 村民们就推举出一个人来 让他带着村子里的羹牛到附近的山上吃草 可这山中经常有老虎出没 每年下来总要损失几头牛 村民们叫苦不迭 这一年 轮到伊山放牛了 伊山把牛赶上山后 一直担心老虎来吃牛 一天 伊山正在山中放牛 他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一只老虎窜了出来 煞时间 羹牛四散逃窜 正在这时 只见牛群中窜出一头牛来 这头牛见了老虎不仅不怕 反而直奔老虎而去 于是就发生了文章刚开头的那一幕 这一战过后 老虎再也没有来 第二年春天 伊山赶着牛下了山 见到牛的主人后 伊山对主人说起了此牛的能耐 主人也是十分惊奇 带着对牛的些许眷恋 伊山回家了 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 伊山梦到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中 那头勇猛的老牛对他说 年轻人 快醒醒 我在山上吃了千年灵芝 颇有些灵性 直到今天晚上就要死了 我死后 你要把我的两只脚保管好 日后必有大用 你将来但凡遇到不测 可以连呼牛鬼 十几声 我自然就会出现在你面前 说完这番话 老牛的眼里 似乎流出了几滴眼泪 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伊山早在山中 见识过老牛的本领 晚上又梦到他这般说话 第二天醒来后 便匆匆赶到牛主人家 结果发现老牛果真死了 和牛主人商量后 伊山拿上牛角走了 老牛真的如他刚才说的那般神奇吗 他能给伊山带来什么 三 遇险 不久之后 伊山加入了浩浩荡荡的采餐队伍 进山采餐 来到山中后 众人便分散开来 伊山和几个要好的朋友 找了个地方先临时住了下来 他却不知其身 之所 竟是老虎出没之地 一天 由于昨天太累了 伙伴们都睡了个懒觉 这时忽然传来一声怒吼 煞时间 一股腥风扑面而来 凭着直觉 伊山知道这是老虎来了 赶紧起身 跑到屋外一看 只见地上 已经躺了好几具尸体 原来老虎 已经把伙伴们都杀了 此刻 正在饱餐一顿 见还有个活人 老虎当即朝伊山奔了过来 伊山吓得魂不附体 想要跑路两腿 却不听使唤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伊山想到了老牛对他说的话 于是大叫了起来 牛鬼 牛鬼 叫了十几声过后 一个身形高大的男子 出现在了伊山的跟前 那老虎见到来人 顿时撒腿就跑 来人见伊山坐在地上 赶紧把他扶了起来说道 不要怕 只要我在这里 老虎就不敢伤害你 你跟我来吧 说完后 那人在前面带路走了起来 伊山赶紧跟上 奇怪的是 伊山明明感觉到 那人走得很慢 自己却在后面 紧赶慢赶 还是跟不上他 好在那人 时不时地停下来等他 也不知走了多久 他们来到了一处宅院 那人把伊山扶到上座后 以家人之礼拜了他 伊山心中疑惑 心想 这个人是不是我叫的牛鬼呢 于是就问起了他的姓名 谁知那人 却冷冰冰地回道 不必问 伊山吃了个软钉子 便不再吭声 不久之后 那人预备了一桌酒席 两人席间交谈不多 只是喝酒 喝到最后 那人说道 你暂时先在此地住下来吧 这里不愁吃穿 只是您不能随便出去 即使要出去 也不能走出二百步以外 伊山听了他的话 感觉很是莫名其妙 你救了我 我感激不尽 可是用不着把我困在这里啊 我还要上山采餐呢 心里虽然这样想 可看到那人冷冰冰的样子 就把要说的话咽回了肚子里 哎 先待一段时间再说吧 就这样 伊山在这里住了下来 老牛 为什么要把伊山留在此地 他难道有什么企图吗 四 一地人身 人们常常羡慕不愁吃穿的日子 可那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之上的 一旦脱离了自由 即使衣食无忧 也是非常难过 现在的伊山就是这种心情 吃穿不愁 每天吃了喝 喝了睡 甚是无聊 一天 伊山出了院子大门 只见青山环抱 绿树环绕 好一个神仙所在 抬眼望去 不远处有一座小山 伊山此时早已把那人对他的劝告抛之脑后 抬腿就往小山走去 走了不远 抬头一看 只见山上出现了一只老虎 正张开大口朝着他 呲牙咧嘴 伊山看了顿时大吃一惊 赶紧撒腿就往回跑 有了这一回的经历 伊山不敢再随便往外跑了 过了几天 那人对伊山说 我一直把你留在这里 是因为你受到了惊吓 惊气过重 这一段时间以来 你恢复的已经差不多了 该出去干活了 干什么呢 你不是为了采餐 才来到这里的吗 这里的人生很多 随便挖几下就能踩到极品山餐 可是此地山高颇抖 我靠着两条腿 也走不了多远呀 这个不用担心 我自有办法 你随我来 说完 那人把伊山 带到了庄子外面 只见那人往地下一躺便 化身为一头老牛 伊山见了 既经又喜 骑上老牛后 老牛随即在山路上跑了起来 一路上 不少老虎拦在路上 可是一看到老牛跑了过来 就都四散逃窜 不久之后 老牛带着他来到一个地方 伊山看去只见满地都是山餐 于是赶紧从老牛身上下来 开始挖了起来 没多久 一百多金山餐到手 又骑着老牛回去了 老牛和伊山素妹停生 为什么要帮助他 无改嫁的母亲 伊山也是个苦命孩子 在他很小的时候 父亲就死了 母亲没办法 只好改嫁了 一年之后 母亲嫁的人又死了 于是母亲一个人无依无靠 上街淘起饭来 一天 伊山在城中闲逛 忽然看见母亲拿着个破碗 正在沿街乞讨 虽说母亲在他年纪小的时候改嫁了 可那也是无奈之举 见母亲有难 他怎么能不忙呢 于是伊山赶紧买了点吃的 朝母亲走过去 母亲这时也看到了他 自觉没脸见 儿子就要躲 可已经来不及了 伊山见到母亲的惨状后 顿时心如刀割 便要把母亲带回家 可母亲说什么也不肯 还对他说 我已经改嫁 咱们的母子情分也就断了 我哪有脸再跟你回去呢 不管你嫁与没嫁 你都是我的母亲 现在你一时堪忧沿街乞讨 即使是外人见了 也会伸手帮帮 何况我还是你的亲儿子 以前的事就不要再说了 你跟我回去 我断然不会再让你受苦 母亲见他执意如此 也就没再多说什么 和他相跟着回了家 把母亲安顿好之后 伊山就进山采餐去了 在老牛家住了一段时间后 伊山因母亲一人在家 无人照顾心中挂念 于是长须短叹 老牛见了 便说道 你既然有心事 那就早点回去看看吧 没什么 对待改嫁之母 你能有如此孝心 着实难得 你采下的山餐不必多带 带上一些回去换些钱 一部分孝敬母亲 一部分拿来娶媳妇吧 听了老牛的话 伊山决定下山看看母亲 老牛把伊山送出山后 对他说 十天之后你一定要来 我专门在此等你 伊山回家后 把遇到老牛的事情都和母亲说了 给母亲置办了一些吃穿用度之后 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十天 他如约来到山口 只见老牛已经等候他多时了 于是就和他又回到了山口 老牛为什么要让伊山十天之后回来 他又能带给伊山什么 六天外来 七当天夜里 狂风大作 转瞬而息 老牛来到伊山的房间里 对他说 我前一段时间 让你在山下坐的女人衣服 你坐好了没有 伊山道 坐好了 今天派上用场了 你拿上衣服 到后面的山谷中 那里有个赤身裸体的女子 她就是你的妻子 伊山一眼来到后山 只见果真有一个女子在低声哭泣 伊山远远地对女子说道 你不要哭了 我给你送衣服来了 女子看了看伊山 说道 谢谢你给我送衣服来 你真是个正人君子 伊山笑了笑 说 我不是好德 而是好色 你要是肯做我老婆的话 我就把衣服给你 女子听了伊山的话 低头不语 伊山又问 你一个女人家 怎么会来到这里 又怎会知道 我会给你送衣服来 难道这一切不是有神仙帮助吗 女子听完伊山的话 觉得有点道理 便答应了她 穿好衣服后 女子和伊山来到前宅 见到老牛后 女子说道 我能来到这里 肯定是她搞的鬼 老牛听了 哈哈大笑了起来 随后女子告诉他们自己幸福 在老牛的主持下 富士和伊山正式成了夫妻 第二天 老牛对两口子说 此处荒地很多 因有老虎出没 所以没人开采 现在老虎都走了 你们可以把这些荒地开采出来 以后再有老虎来 你们就用草做成牛的形状 再把我的两只脚挂到大门外 这样呢 老虎就不敢来了 交代完事情以后 老牛消失不见 以后再也没有出现 一段日子过后 伊山心中记挂母亲 就和富士下的山来 拜见母亲之后 又和富士找到了她家 见了岳父一家 随后 伊山一家上山开荒 几年之后 遂成一方富户 后来 此地逐渐成了一个村庄 叫牛鬼庄 这天早上 刘富翁像往常一样 来到了她的藏宝库 她摸索出了钥匙 打开宝库的门后 眼前的景象把她惊呆了 宝库里原来装得 满是白花花的银子 现在全变成了沙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 铁公鸡取妻 话说 古时有个刘富翁 此人家财万贯 却极为吝啬 她到底吝啬到什么程度 听我给你漫漫道来 靠着精明的头脑 刘富翁攒下了不少钱财 当然 头脑灵活是一方面 抠门在这里 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她虽说 家财万贯 可每天都穿着 打着补丁的衣服 戴着顶破旧的帽子 只要出现在外人面前 始终是这副打扮 家中老小十几口 却只有一个锅灶 一月不见一点肉末 吃饭的氛围倒是比较好 十几口人围着一张桌子炖炖青菜 这还不算 经常是早餐荡成午餐吃 午餐荡成晚餐吃 刘富翁自结婚以来 家中就没有带过客 也不预备茶和酒 要不然 连他爹妈都不知道 他们家的碗筷是什么样子 他也不知道如何招待客人 凭着这一毛不拔的本事 刘富翁牢牢占据了 本县第一铁公鸡的美誉 虽说吃穿不愁 可刘富翁终日里长须短叹 为何 他没有孩子 刘富翁在十年前 娶了妻子张氏 眼看一天天地过去了 可张氏的肚子 却依旧没有鼓起来 张氏也想找郎中开几副药 可刘富翁实在是舍不得花钱 于是这件事情就拖了下来 眼看自己的年龄一天比一天大 刘富翁着急了 眼见张氏是无法开花结果了 他便有了内切的想法 于是他就把本村的媒婆找了过来 把自己的想法和媒婆说了 媒婆知道刘富翁是个什么样的人 又想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 这就是刘富翁的真实想法 媒婆见此 表面上答应得倒是痛快 却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二、捡来的老婆 半年之后 见媒婆毫无进展 刘富翁更加着急了 这天 刘富翁穿戴好她的一身 道具服装 准备到外面碰碰运气 刚出门 只见一个老头和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 来到了她家门口 这两人身上穿得破破烂烂 不用问一看就是叫花子 叫花子一见有人出来了 就赶紧上前说 这位老爷行行好吧 我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求求你给口吃的吧 刘富翁本来是出门找媳妇 没想到出门就碰到了叫花子 真是晦气 他一把推开叫花子 指着自己身上的衣服说 你看看我这一身衣服比你的都破 我哪有吃得给你们 快走吧 说完 刘富翁就走了出去 没走几步 他又转了回来 他为什么要转回来 只见他走到叫花子跟前 指着女子问老头 这个女的是你什么人 叫花子老头看了看女子 低声说道 这是我家的女儿 跟上我吃苦了 说完 老头还掉下了几滴眼泪 刘富翁又对老头说 我和你商量个事情怎么样 老头一脸疑惑地问 你找我一个叫花子 能商量什么事 实话告诉你吧 我正想出门找个媳妇 我看你女儿还算可以 要是跟了我的话 你们两个都不用再要饭了 至于彩礼 我就不给你了 以后你也在我家吃住 就算抵了彩礼了 你看怎么样 要不说这刘富翁的算盘打的 就是惊 不花一分钱就能娶个媳妇 听刘富翁这样说 叫花子老头浑身上下看了看他 竟笑着说道 你别开玩笑了 看你这一身打扮 想必你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 还要给我们吃的 你也不怕说大话闪了舌头 刘富翁一听急了 赶紧拉住老头在他耳边低声说了起来 我这身衣服也就是在外面穿 这些都是骗人的 你看到了吗 这穿院子就是我的 不信的话你把看门的叫过来 问问不就知道了吗 老头将信将疑地看着他 刘富翁随后把看门的叫了过来 在看门的确认下 老头相信了刘富翁的话 这人到底是唱的哪一出戏 尽管相信了他的话 可老头还是不明白 老头随后和女子商量了一会 不久之后 老头对刘富翁说道 我和女儿商量了 他同意了 你既然不给彩礼了 到家后可不能亏待了他 刘富翁见事情成了 顿时高兴地何不拢嘴 赶紧把这妇女俩请进了家中 谁说不花钱就娶不到媳妇 刘富翁不就办到了吗 到家后 刘富翁赶紧叫人把妇女俩给收拾了一番 从家里找出了一身也算比较新的衣服 给女子换上之后 这女子顿时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刘富翁见了更加高兴 就这样 酒席也没办 只不过在当天的饭里 刘富翁特地安排加了个肉菜 就算举行了婚礼 三 绑架 从那女子的口中得知 女子姓林 是外地人士 因家乡遭了水灾 才流落到此地 成婚后 林氏也慢慢知道了 刘富翁的吝啬事迹 刘富翁自从娶了林氏以后 对大老婆张氏一天天地疏远起来 慢慢地张氏就对他俩有了意见 起初张氏只是生闷气 终于三个月之后的一天 张氏忍不住了 他对刘富翁说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像当初老娘和你过苦日子的时候 你忘记了吗 这些家业难道没有我的一点功劳吗 老娘要点什么你也舍不得给 要不是你不让我吃药 老娘说不定也能给你生下孩子 现在倒好 整天围着这个狐狸精 难道我不是你的老婆吗 说实话 自从张氏生不出孩子以后 刘富翁眼里 基本上就没这个人了 费人一个整天浪费粮食 要你在家干什么 和张氏大吵了一顿之后 刘富翁把张氏赶出了家门 张氏见自己辛辛苦苦这么多年 竟落下这么个结局 也是气不打一处来 就计划回娘家找他的三个哥哥给他出气 从刘家出来后 张氏一个人就朝着娘家走了 走到半路上的一个树林里时 路上突然窜出来三个强盗 这三人见张氏穿戴还算可以 以为遇上了大客户 就把张氏拦了下来 快点 把身上的钱拿出来 免得我们动手 张氏见了强盗心中 很是害怕 听强盗开口要钱 哭笑不得 说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家的老婆 你要是能从我身上搜出一文钱 我就嫁给你 听张氏这样说 强盗们也都乐了 这样的女子还是头一次见 其中一个强盗盯着 张氏看了半天 突然说道 咦 你不是刘富翁的老婆吗 你既然认得我 那就应该知道 我身上有没有钱了 张氏双手一摊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 其中一个强盗问刚才说话的强盗 这个人是刘富翁的老婆 刘富翁你没听说过吗 就是那个远近闻名的吝啬鬼 名字倒是听过 不过今天 咱们既然碰到他的老婆了 能不能把他老婆留下来 派人报个口信 想办法从他那里要点钱 张氏听说他们要绑架自己 赶紧说道 你们赶紧死了这条心吧 我家那口子可是一毛不拔 你们还是赶紧把我放了吧 强盗们商量了一会 决定是仪式 随后他们把张氏 带到了山林里的一个地方 其中一个强盗去刘家传话了 来到刘家后 强盗见到了刘富翁 见刘富翁的那身打扮 强盗差点笑出声来 刘富翁没见过强盗就问他 你找我干什么 今天早上我路过一个山林时 一个强盗模样的人把我叫住了 让我给你带个话 说是你老婆被他们绑架了 要你赶快拿出一百两银子 要不然他们就要杀了你老婆 听那人说完 刘富翁吓了一跳 张氏和他办了几句嘴后就出门了 没想到被绑架了 不对 这是不是老婆想要从我这里要点钱 才故意说成是绑架的 想了半天 刘富翁对那人说 钱我是没有 你回去告诉他们就说爱咋地就咋地 反正别想从我这里拿出一分钱来 自从有了小老婆后 刘富翁更加看不上张氏了 或许他心底里还在暗自高兴 总算把这个不下蛋的败家娘们给赶走了 我还得谢谢这帮强盗大哥呢 强盗听了刘富翁的话 叹了口气没再多说什么 就回到了树林里 把刘富翁的话告诉了强盗以后 强盗们也都笑了 张氏却是气得破口大骂 眼见从刘富翁这里得不到好处 他们便把张氏放了 四银子变沙子 刘富翁的后院里有个金库 是他存放钱的地方 不管每天多忙 刘富翁都会在清晨和晚上来这里一趟 只有看到白花花的银子 刘富翁心里才能踏实 这天早上 刘富翁打开宝库的门后 却发现宝库里面的银子全部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堆一堆的沙子 就在刘富翁目瞪口呆之际 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只见一个女子来到了宝库里 没错 这女子就是他的小妾林氏 林氏见了刘富翁失魂落魄的样子 不仅没有安慰他 反而笑了起来 见他这个样子 刘富翁气不打一处来 骂道 你这个没良心的 没看到我的银子都不见了吗 哎 不对 你怎么知道我这里藏着银子 林氏没有搭理他 只是一个劲地笑着 刘富翁这时怒火终生 从旁边拿起一把刀子 就朝林氏砍了过去 奇怪的是 林氏一动也没动 可刀子却砍了空 这一来 刘富翁吓坏了 叫道 你是人还是鬼 林氏笑着说道 我既不是人也不是鬼 那 那你是什么 实话告诉你吧 我是胡 因为你一毛不拔 连自己的老婆都不肯救 所以我就把你的银子都拿走了 你把银子都放到哪里去了 我已经把银子寄存到各个庙里了 让他们救助贫苦人家 说完 林氏就消失不见了 刘富翁失魂落魄地从金库出来后来到了前院 这时突然闯进来三个大汉揪住刘富翁就打 边打边说 好你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我妹妹被绑架了你也舍不得拿出一分钱来救她 你还算个人吗 原来那天张氏被强盗放走之后 回到家中 把遇到强盗的事情对哥哥们说了 哥哥们气不过 就找上了门来把刘富翁打了个掩掩一息 刘富翁陪了夫人丢了银子 没过几天就一命呜呼 林氏真的是狐狸吗 原来在刘富翁家后院有个小楼 一直被狐狸站着已经有数百年了 刘富翁祖父在的时候 隔上一段时间就会拿上东西前来拜祭一番 等到刘富翁继承家业后 贤祭拜麻烦就停了下来 后来又把小楼租了出去 狐狸为了惩罚刘富翁的小气 就变作了妇女两鱼弄了刘富翁一番 明朝永乐年间 十年秋季 纯化镇这一天喜气洋洋 小孩子们追逐打闹 在大街小巷跑来跑去 争先恐后地围到张家门口看热闹 张家在纯化镇上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 世代经商 没有哪家姑娘不想嫁进张家 没有哪家人不想与张家打交道 然而人人都想攀龙赋凤 可张家大少爷天天就看上了自己的贴身丫鬟春喜 春喜是七八岁的时候来到的张家 是张家大老爷从街上将其带回来的 春喜那会儿还是个脏兮兮的小丫头 张老爷看见她的时候 她正色缩在一群乞丐中 学着他们的模样讨饭吃 听说春喜是被家里人遗弃的小孩 因为天生不会讲话 张老爷为人心善 看到春喜这般可怜的模样 便将她带回了家 张老爷本想将春喜视为张家的小姐来对待 可张夫人却是百般不乐意 再加上张少爷张尘峰一眼相中了春喜 张老爷没办法 只好让春喜跟着自家儿子 成了她唯一的贴身丫鬟 张尘峰和春喜年纪相当 尽管春喜不会讲话 两个人还是玩得十分开心 而春喜虽然说是张尘峰的贴身丫鬟 但张尘峰却是从未让春喜做什么事情 不过是平日里陪她说说话 当个姐们的罢了 时间一长 春喜变得愈发停停欲立 张尘峰亦是阳气方刚 一男一女情斗初开 很快便走到了一起 就在人人都以为春喜攀上高枝 能够一直幸福下去的时候 在这场人人艳羡的婚礼上 却发生了一件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 差点断送了两个人的姻缘 张家到处贴着红喜字 每间屋子门前都挂着喜庆的红灯笼 每个角落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此时此刻张家上上下下都在忙碌着 唯有张夫人的屋里 时不时传来一阵阵伤心的哭声 下人们不知为何 以为张夫人是喜极而泣 便都没有放在心上 反而都尽心尽力地为晚上的婚礼做着准备 由于春喜没有娘家 也就省去了接亲的环节 但婚礼的仪式却是不能少 在众宾客的目光下 张尘丰和春喜败过天地 正要夫妻对拜之时 张尘丰忽然间赶到一个黑影 忽然窜到她面前 紧接着她便失去了意识 而那个黑影则是向前一挑 迅速占据了她的身体 张尘丰此时一改先前的笑脸 反而是面色冷峻 抬手对着春喜就是一巴掌 还没等春喜反应过来的时候 紧接着那黑影控制着张尘丰又说道 春喜 咱们到此为止吧 娶你并不是我的本意 若不是你一直死缠烂打 我根本不会同意和你在一起的 其实我喜欢的是张尘丰话音未落 忽然间她便抽搐了起来 面目表情看起来十分的痛苦 双手不断挥舞着 好似在拉着什么东西似的 张尘丰突如其来的举动 让在场的众人都看傻了 一个个交头接耳的低声探讨着什么 反倒是春喜和张老爷 也察觉到张尘丰的不妙 慌忙前去将她扶着坐了下来 张尘丰此时此刻还在挣扎着 其实我喜欢的事是张尘丰一边说着 一边用力掐着自己的脖梗 额头青筋抱起 剩下的半句话 却是怎么也说不出来 好一会儿张尘丰才终于松了口气 好似如是重负一般 他紧紧握着春喜的手说道 对不起春喜 刚刚的话不是我的本意 说着张尘丰头一歪便昏了过去 张老爷被张尘丰的状况吓傻了 慌忙朝一旁下人招手喊道 还愣着干嘛 还不快去请郎中来 一旁的吓人见状也不敢再耽搁 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将张尘丰扶进了屋中 一场万众主墓地婚礼就这样草草了事 在场的重兵客一晃而散 唯有几个真正与张家交好的留了下来 此时春喜泪眼朦胧 然而他不会说话 只能发出阵阵呜呜声 看着张尘丰被带走 春喜也急走两步追了上去 只是他刚刚走了几步 便被一股力量拉扯住了 春喜回过头去 发现张夫人正站在他身后瞪着他 春喜恭恭敬敬地欠了欠身子 却没想到面前的张夫人 却是忽然抬手给了他一巴掌 张夫人冷哼一声说道 扫把星和陈锋结婚的第一天就 闹出这么大乌龙 你这让我们张家连往哪搁 我看你还是尽早哪来得回哪去 我们张家 你高攀不起 说着 张夫人又狠狠登了春喜一眼 这才匆匆离开这里 很快郎中匆匆赶来 听闻刚刚发生在张尘丰身上的怪事后 郎中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只是当他为张尘丰把脉过后 他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张老爷见郎中脸色大变 不禁开口问道 不知小儿究竟生得何病啊 郎中松开手摇摇头说道 从外向上来看 张公子的身体并无大碍 只是一个人 不会无缘无故 发生这样的事情 又昏倒的 老夫行医多年 从未见过这样的病症啊 郎中看不出个所以然 只是开了些安神的药便离开了 这一夜 张家上下无人眠 当张尘丰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中午 他昏昏沉沉地睁开双眼 口中喃喃叫着春喜的名字 不一会儿 有一女子闻声赶来 附身到张尘丰面前说道 少爷你醒了 可有哪里不舒服 听到这个声音 张尘丰不禁愣了愣 随即他不敢置信地抬起头 却看到了一张并不是很熟悉的面孔 此时这女子离他很近 张尘丰下意识地躲到了一旁 四下望了望 却是不见春喜的身影 他连忙问道 春喜呢 春喜去哪了 面前的女子脸色微微一变说道 少爷 昨日您与春喜姑娘的婚礼未完 您就发生了那样的事情 夫人觉得春喜是个不吉之人 就将她赶出去了 夫人说了 以后让奴婢伺候少爷 女子说着 竟是羞涩地低下了头 然而张尘丰听闻此言竟是脸色大变 她慌忙起身下床 随意披了剑外衣 就夺门而出 身后的小丫鬟 见张尘丰里都不理自己 就出了门 赌气地跺了跺脚 春喜被母亲赶出了家门 张尘丰就像封了一样 在外寻找着 春喜和别人不一样 她若是离了张家 离了她 便无处可去了 可怜的春喜 她最爱的姑娘 不会讲话 没有亲人 在偌大的淳化镇 哪里才是你的栖身之所 张尘丰一路寻着 一路喊着春喜的名字 她走遍从前 他们二人一起去的地方 走遍淳化镇的大街小巷 都找不到春喜的身影 那春喜会去哪里呢 此刻张尘丰想起了父亲第一次见到春喜的场景 对了 在城门边上 张尘丰连忙侧马而去 果然在一众乞丐堆里看见了身穿喜服的春喜 春喜还是昨日的装扮 只是身上的喜服破了 脸上的妆也花了 一双眼睛更是枯得如同核桃一般 肿了起来 见到这样的春喜 张尘丰的双眼也不由得红了 她赶忙下马冲上前一把将春喜拥入了怀中 春喜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自己偷偷跑出来了 你知不知道 没有你我的日子将会是一片黑暗 张尘丰不顾春喜脸上的灰尘 将她面上的泪水吻了又吻 然而春喜却是推开张尘丰 缓缓低下了头 张尘丰不解地看向春喜 看着春喜如同断了线的珠子的眼泪 张尘丰明白她心中的顾虑 她说 春喜 对不起 你知道的 我一直都只喜欢你一个人 咱们两个这么多年一直形影不离 我哪里接触过其他的姑娘 只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过匪夷所思 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那样的话 我为何会如此轻易地脱口而出 还狠心伤害了你 听到张尘丰的话 春喜抬起头担忧地望向她 满眼都是探究的神采 张尘丰叹了口气 一五一十地将昨晚之事说了出来 原来就在二人准备夫妻对拜的时候 张尘丰的眼前忽然出现了一个黑影 黑影占据了她的身体 做出了那般违心的事情 张尘丰一直在跟身体中的那抹黑影 做着抗争 这才精疲力尽昏了过去 说到这里 张尘丰再次将春喜拥入怀中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我发现身边没有你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我知道是母亲将你赶出来的 但我也知道这是她太担心我了 春喜你跟我回去 好好将这件事情 跟他们解释清楚 他们不会为难你的 看着张尘丰这般真诚的模样 春喜这才点了点头 张尘丰带着春喜回家了 当张夫人知道此事的时候 勃然大怒 还没等她寻过去的时候 张尘丰已经带着春喜迎了过来 张夫人恶狠狠地瞪了春喜一眼 说道 春喜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昨天晚上怎么跟你说的 你根本配不上我们张家 怎么现在又回来了 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那样子 我们张家当年能收留你 就不错了 你还张夫人话还没说完 便被张尘丰打断了 张尘丰将春喜护在身后说道 娘 你怎么能这样和春喜说话 虽说昨天我们的婚礼未成 但在我心里 春喜已经是我的妻子了 从今以后 无论别人怎么看 她就是我的爱人 更是您的儿媳 再过一阵我还要 给她一场更加盛大的婚礼 张夫人被张尘丰的一番话气地 差点昏过去 她指着春喜怒道 好你个春喜 小哑巴不会说话 倒是不知不觉 给我儿子灌了这么多迷魂汤 儿子我跟你说 春喜她真的不适合你 她就是个扫把星啊 老天爷都不同意 你们两个结婚 这才发生了 昨天晚上的事情 你们两个若是要执意在一起 说不定还会发生 更加可怕的事情 娘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您怎么可以都推到春喜身上呢 张尘丰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时地告诉了张夫人 夫人脸色变了 又变好一会儿 才和颜悦色地走到春喜身边说道 春喜啊 别怪我太狠心 陈丰是我唯一的儿子 就算我求你了 你若真心爱我们家陈丰 就为了他好 趁早离开他 你想要什么 我都会给你 尽量满足你一切要求 只要你离开我儿子 娘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张尘丰怒吼一声 拉着春喜便要往外走 却是在此时忽然间头痛欲裂 仿佛有上千根的绳子缠绕在他头上 如同紧箍咒一般勒着他的头部 张尘丰受不住疼痛 便摆了白手说道 好了娘 我答应你暂时先不谈婚礼的事情 话音落下 那种头痛的感觉瞬间消失不见 张尘丰有些狐疑地忘了忘自己的母亲 却见他此时笑容可拘 没有任何异样 张尘丰只好作罢 带着春喜离开了 从那以后 张尘丰和春喜二人表面上没有了交集 可私下却是越来越亲密 这天晚上张尘丰将春喜带到房里 烛光下 春喜的脸颊微微透着些红 看起来十分娇羞可爱 张尘丰喉咙一滚 忍不住栖身而上 是啊 在春喜的心里 早就将张尘丰当成了自己的丈夫 如果他真的爱自己 纵使无名无分 春喜也愿意一直陪在他的身边 自己的命是张家就得 他要不顾一切地对张尘丰好才是 洞房花竹叶 惊飞了窗外歇息的鸟儿 也惊落了树上红通通的树叶 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 叶又恢复了平静 张尘丰轻易地吻了吻春喜的额头 然而正当他准备熄灭桌案上的蜡烛时 忽然 他看到门外有一抹黑影闪过 想起那天晚上的情景 张尘丰赶忙追了出去 那黑影动作很快 张尘丰还没看清的时候 竟是一闪而过不见了踪影 望着黑影消失的方向 张尘丰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竟是母亲的房间 张尘丰望着那个方向 好一会儿都没有再发现任何怪象 只好扭身回了屋 然而张尘丰想到自己看到的那个黑影 却是怎么也睡不着 第二天一早 张尘丰找到母亲说起黑影的事情 并询问昨夜母亲有没有发生奇怪的事情 张夫人却是摇头不知 并说道 儿啊 这世界上哪有什么牛鬼蛇神的 我看你怕是精神压力太大了 最近还是莫要玩耍 多多休息才是 张尘丰倒也没反驳母亲的话 只是点点头 什么都没有说便离开了 日子一晃 便到了第二年的春季 张尘丰和春喜二人的感情越来越深 而春喜也在这时候有了身孕 只是这事儿除了张尘丰 张家其他人一概不知 两个人默默期待着孩子的到来 张尘丰更是将春喜照顾得无微不至 然而这天张家却是来个个不速之客 打断了二人原本幸福的生活 这天晚上吃饭的时候 张尘丰发现饭桌上忽然多了一个人 此人是个女子 张尘丰敢肯定 自己从未在张家见过这个人 而女子见张尘丰正盯着自己 连忙羞涩地低下了头 张夫人见状笑道 陈丰 这是你王伯伯家的女儿王雪儿 从今以后啊 她就住在咱们张家了 雪儿啊 你和陈丰年纪相仿 你们定是能够说得来 你们好好相处 将来以后可是要过一辈子的人啊 张尘丰听到这话 立马放下了筷子 她看向自己的母亲说道 娘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这辈子我非春喜不娶 张夫人却是脸色一变 她捉道 你这孩子瞎说什么 那春喜是什么人 充其量就是个丫鬟 能配得上咱们张家吗 雪儿就不一样了 雪儿可是你王伯伯家的女儿 自小宝读诗书 更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哪里比不上那个粗鄙的丫鬟 张尘丰咬紧后槽牙 好一会儿才说道 娘 不管你怎么说 也不管你同意不同意 这辈子我只娶春喜一人 毕竟春喜现在 怀有咱们张家的骨肉 张夫人被张尘丰的一番话 惊得好一会儿都说不出话 她恨得牙痒痒啊 却是要在别人面前保持微笑 张夫人忍了又忍这才说道 你要娶春喜也行 但她要做小 雪儿要当正房 娘 我是不会同意您的安排的 一生一世一双人 我的眼里容不下第二个人的存在 说吧 张尘丰起身边离开了饭桌 一口饭也没有吃 张老爷叹了口气 指着张夫人无奈叹道 你呀你 孩子这么大了 她的事情就让她自己决定 你当娘的为何要这般插手管她的人生呢 张夫人面色阴沉 尘丰是我的孩子 我有义务要管她一辈子 孩子走上了错路 我不管她 难道要任由其发展吗 张尘丰原本以为自己跟母亲大吵一架 母亲便会知难而退 而那位名叫王雪儿的姑娘 也会因此离开 然而事情并非她所料 当天晚上张尘丰正准备歇息的时候 忽然门被敲响了 她打开门一看 门外站着的不是别人 正是王雪儿 张尘丰面色不善 扭身便要回屋 王雪儿却是不依不饶地拉住她的衣袖说道 张公子 我能和你说说话吗 张尘丰想来自己也有话要对她说 便扭身对屋里的春喜说道 春喜 你先休息 我去去就来 说吧 张尘丰便随王雪儿出了门 王雪儿说道 张公子 我知你对我并无心意 我王雪儿也是追求一生一世一双人 今日雪儿前来 看来是唐突了 回头我会好好跟张夫人说说 张公子你请放心吧 张尘丰松了口气 她点头道 如此甚好 其实我张尘丰话音未落 忽然身子好似不受自己控制一般 猛地向前扑去 竟是一把将王雪儿搂在了怀里 此情此景一幕幕都映在了春喜的眼中 看着这样的情景 春喜身旁的张夫人不禁笑出了声 怎么样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你根本配不上我儿子 有了更好的选择 他自然不会多看你一眼 春喜呜呜哭出了声 面前的一切都太过刺眼 他顾不得其他 连忙扭身跑了出去 耗一会儿张尘丰的脑子才清醒了过来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他慌忙一把推开王雪儿说道 对不起 刚刚不知发生了什么 我控制不住自己 好像有什么东西将我控制了一样 我我不是有意的 说着 张尘丰忽然听到一阵 嘻嘻嘟嘟的声音 他扭头一看 恰好看到春喜离去的背影 以及自己母亲得逞的笑容 春喜刚刚的一切都被春喜看到了 张尘丰心中一紧 可他却是明白 自己不能就这样离开 若是现在离开 母亲定会追问缘由 于是张尘丰便对王雪儿说道 雪儿姑娘 求你帮我一件事 这一次是王雪儿跟着张尘丰一起出去的 到了外面二人 这才分道扬镳 而张尘丰又像上次那般四处寻找着春喜的身影 只是这一次他再次来到城门口的时候 却不见春喜的身影 张尘丰跌跌撞撞走在街上 走着走着 张尘丰忽然间听到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 张尘丰顺着声音寻过去 发现有一只山鸡倒在地上 奄奄一息 张尘丰走上前将山鸡扶起 这才察觉 原来山鸡的翅膀 不知为何被折断 张尘丰连夜将山鸡送到了郎中那里 进行了简单的包扎 奇怪的是 刚刚还奄奄一息的山鸡 一瞬间就变得生龙活糊起来 张尘丰摸着山鸡的身子 不禁喃喃道 你遇到我 我救了你 可我的小春喜啊 谁能救救他呀 春喜啊 你究竟又逃到了哪里 正嘀嘀咕咕念叨着 张尘丰忽然感到手上一痛 他低头一看 自己的手被山鸡戳破了 他慌忙躲开 惊诧地望着山鸡 而山鸡此时此刻 却是不依不饶地追赶着他 一边追一边拙 张尘丰有些挫败感 他贪倒在地问道 山鸡呀山鸡 为何连你也要捉弄我 我张尘丰究竟做了什么 伤天害理的事情 上天竟要如此折磨我 然而正当张尘丰哀叹时 他竟忽然感到浑身一阵轻松 他低头在自己身上望去 发现身上多了好几条断裂了绳子 这些绳子他触碰不到 只是能感受到他们的存在 也能看到 绳子渐渐消散在空中 直至再也看不到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山鸡咯咯咯叫着 传到张尘丰耳中的时候 却是化成了人声 这是游子线 这些游子线缠在你的身上 他的主人便能控制你的行为 恩公 你要万分小心 你的母亲 你的母亲正在用这些线 试图操控你 插手你的人声 虽然现在游子线断了 但若是被你母亲发现 还会有戏回去的可能 现在你唯有离开家 或许还能救你的命啊 是啊 是母亲在操控自己 回想起从前的一幕幕 张尘丰发觉 每次在自己做决定的时候 总是会不受控制地 做出违心的决定 小的时候是 长大了也是 似乎每一次他都能看到 母亲得逞的笑容 只是离开家 他不能 他不能逃避了 拜别山鸡之后 张尘丰浑浑噩噩噩回到家 却是发现 春喜就坐在房间里等着他 张尘丰惊诧地 将春喜搂在怀里问道 春喜你怎么在这里 我以为 我以为你再也不回来了 春喜却是笑着打着手语 张尘丰笑了 春喜说她相信 张尘丰不会做出 伤害自己的事情 刚刚的一切不过 是在母亲面前演戏罢了 二人幸福地笑着 而张夫人知道真相后 想要再次操控张尘丰 却是屡次失败 张尘丰走到母亲身边说道 娘 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所谓的游子线早已断裂 你又如何操控于我 娘 我是个人 我有思想 有行动能力 而不是一个只能受别人操控 才能行动的提现木偶 娘 求求您放过我吧 然而张夫人看着面前的张尘丰 却是摇着头 不 不 你不是我儿子 把我儿子还给我 张夫人说着便拿出一个黑线做的小偶人 对准张尘丰说道 快 快去 快到他身体里面去 我要我儿子 我要那个听话的儿子 话音落下 一团黑气从黑线小偶人里钻了出来 那团黑气逐渐幻化成黑色的人影 朝着张尘丰便冲了过来 张尘丰躲闪不及 身子猛地向后退去 她挣扎着 与那团黑气做着斗争 春喜看到张尘丰痛苦的模样 连忙跪倒在地哭着向张夫人磕头 张夫人却是不为所动 就在这个时候 张尘丰再次失去了意识 一连数日张尘丰都没有醒来 虽然保持着生命特征 但却如同死去一般一动不动 更是一直在沉睡 来过的郎中纷纷摇头说 不行了张公子怕是撑不了几日了 你们呢 还是快快准备身后事吧 见到儿子变成这样 张夫人这才幡然醒悟 原来都是自己害了儿子 可世上没有后悔药 一切都回不去了 三年后的某一天 张尘丰醒来 他睁开眼 看到自己身旁躺着春喜 还有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娃娃 不禁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这三年里 张尘丰一直都在和那团黑影抗争着 直到今天 他才赢得了胜利 而在此期间 张夫人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一家人从此以后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可当那根线成为了控制孩子的游子线时 所谓的母爱就变了味儿 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龙成凤 但孩子也是人 他们更是个个体 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也将会有自己的人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